温网青少年组结束了八强的争夺,中国女王的俩希望之星王新宇和王熙宇双双晋级四强,由于他们分数不同半区,甚至有机会会识决赛。 王新宇是本次青少年组的四号种子,而王熙宇是十号种子,前三轮两人都是轻松过关,不失一盘,八强占俩人的过程也颇为相似,都先丢一盘,然后第二盘都一抢七胜出,然后逆转。 其中王熙宇战胜的是三号种子美国人高夫,而王新宇战胜的是乌克兰小将德马,王新宇来自深圳,出身体育世家,父亲是中国有名的网球教练王鹏。 目前女单亲少年排名第四,王新宇来自浙江,也来自体育世家,排名第十二,两位都是2001年出生,是中国女网的两颗希望之星。 王新宇曾在年初的奥网外卡赛夺冠,并参加了奥网正赛,17岁不到的年纪,也让他成为了中国参加大满贯成年组正赛最年轻的运动员。 最后布迪克内特指布第一轮,目前王新宇成年组排名,已经进入世界前500,年龄稍长几个月的王熙宇排名,更是进入了前400。 这两位姑娘有很多相似之处,各自都是一米八以上,中文名词很相近,在签表里的英文名缩写,更是一模一样,都是X,连估计老爱都看晕了,如果他俩能成功绘师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,也算是中国网球的,又一个突破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男子青少年选手穆涛也闯进了四强,下轮将与头号种子争,夺一个决赛席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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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